美丽台湾乡公所2018年在中央协助下 斥资总预算7800多万元 新建新的办公大楼 原本预计360天就要完工 但是到了2021年却迟迟无法完工验收 对此乡长刘美兰表示 因为第一期工程建材物料价格飞涨 所以预算几乎砸在主体结构 导致内外中央经费不足 向中央请求补助未果 希望能利用箱内预算补足差额 大概差3000多万左右 因为我们经过一年多 就是跟上级争取内外庄的 这样子的一个补助 但是中央很明确 很明确的就是在内外庄的部分 可能就不予补助 所以我们只能就是用我们箱库的裁员 那大概也有跟代表会沟通 只是3000多万由箱内预算支付 会不会担心挤压到其他预算 就有商贷认为不至于 但箱公所应该要更详细的解释原因 我是蛮希望啊 蛮希望赶快落成啊 但是就是说 为什么当初没有8000多万就把 没有把内庄放进去 我这是不了解而已嘛 因为这牵涉两个人两人的箱长 我本人是没有担心 重点就是说 这个过程是不是要请相公所 讲得更清楚一点 目前预算书已送交到相待会 就等5月3号的定期会召开 让乡长乡民代表当面对谈 走出让事件落幕的解放 有些新闻人士迪佛罗安 许家荣苗栗泰安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